星島新宿皇室島獨者的布料 在跑馬地足球場踢球 要帶上螺絲批 到底是否少林足球又再上映呢 我們馬上去現場看看實況 剛剛踢完之後 想問什麼 要拔回這些 其實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不知道膠是否融化了 好像已經不是那雙鞋 有時會腺 還有有時會鑽住腳 好像扭傷 而且真的好像會腹傷 膠粒融化之後 會封死鞋釘和鞋釘之間的蠟絲 我本身鞋釘就用來保護 讓我們跑動的時候 不會扭傷腳 其實我今早就試隔過時分 沒有試隔過時分 不知為何一熱 就完全刺激 就刺激到蠟絲 都不夠 那些膠粒是一九九 那你怎樣處理一下 用螺絲批 挑出來 也有跟場地遮遮說一下 那你有什麼回應 那些會跟進 有一點臭膠味 好像燒膠袋一樣 也有一點擔心 像你一家 如果有人燒膠袋 你都會避開 我們踢一下波 可能就會忘記 但是坐下在地上 就會聞到一些味道 都會快點撿回東西 就離開 我終於明白 為何他們要戴螺絲批 有些時間後 我真的要問問李博士 人造草皮是塑膠 以塑膠為基質 當塑膠使用時 就會暴露在空間 被太陽曬 它就開始變質 開始退化 所以有一定的壽命 通常這些人造草的塑膠 在三、四年之間就開始退化 所有塑膠 當天然的情況下 尤其是太陽曬得更厲害時 都會適合被氣體出來 這些氣體大多數都是有效的 李博士就說 人造草皮沒有定期維修 而且頻繁使用的話 會變得鬆散 希望當局日後 多點視察人造草足球場 草皮的狀況 做好保養工作 星島新宿王 就事件向康民處查詢 廚房換覆 跑馬地遊樂場8號足球場 現時的人造草皮裏面的塑膠物料 是由EPDM膠粒 以及石英砂所組成 負責相關保養的承辦商表示 近日天氣炎熱 以及人造草地足球場使用頻密 都可能加速有關人造草皮裏面塑膠物料的老化粗度 相關物料都經過專業認可的化驗所作驗證 不會對人體健康構成影響 已安排承辦商由8月中開始 為人造草地足球場進行改善工程 你新數我跟進 找9199 9933 星島新數王 隨時後命